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玉就把好消息告诉了婆婆 婆婆当晚就让她带小玉来吃饭 要给小玉做好吃的 但大姑姐可是不太高兴 小玉跟她说话她都没搭理 小玉猜不透大姑姐是啥意思 她也不愿意猜 这个大姑姐是离婚的 带着两岁的儿子住在娘家 小玉结婚前 第一天来婆婆家她就不高兴 好像小玉得罪过她似的 小玉的理解是 大姑姐心情不好 因为她和赵阳相处得这么好 离婚的大姑姐看着肯定会心里不舒服啊 大姑姐的这种不高兴 一直持续到小玉生孩子 当天她和婆婆的反应正好相反 婆婆盼着大孙子到来 可小玉偏偏生的是个孙女 婆婆像是被浇了冷水 脸上的笑容全都消失了 而一直拉着脸的大姑姐可是笑出了声 女儿好呀 咱家都有小虎了 小玉还真会生呢 大姑姐说 小玉说 对 我就是喜欢女儿 赵阳 你也喜欢吧 赵阳说 我也喜欢 那就好 大姑姐颇有些瞧不起的说 好像赵阳和小玉在说谎 大姑姐一走 小玉就对赵阳说 你瞧瞧你这大姐 这回又乐了 她儿子又能在你妈面前得了宠了 赵阳虽然心里明镜似的 但还是说 你说啥呢 我姐才没你想的那么不堪呢 小玉说 当然也有可能比我想的更不堪 赵阳瞪了小玉一眼 小玉没瞒婆婆的愿 婆婆肯定是不愿意来伺候月子啊 小玉就把她妈找来了 但她妈身体不好 坚持着伺候了一个月就回家了 接下来怎么办呢 孩子刚满月 得有人照顾不是吗 婆婆不来 娘家妈又走了 小两口又顾不起保姆 赵阳说 小玉啊 你干脆辞职在家带孩子吧 小玉说 嗯 也只能这样了 她就是个临时工 一个月赚2500 都没有一个带孩子的保姆工资高 她不辞职 谁辞职 好在赵阳工资有6000 还养得起这一家三口 婆婆知道了也没来说帮忙 说小虎也需要人带 她走不开 大姑姐则是笑话小玉 你真够没本事的了 上班就赚那么点钱 还好意思生孩子 小玉回她 我是赚的不多 但是我也没吃过你家的米 喝过你家的水啊 赵阳就说小玉 大姐没别的意思啊 你别这么说她 反正小玉看出来了 人家姐弟俩感情好 是真好 每次都是大姑姐来挑战她 但只许她听着受着 还不能还嘴 一还嘴还没等大姑姐说啥呢 赵阳就先说话了 转眼小玉女儿两岁了 长得挺可爱 婆婆还是喜欢小虎更多一些 但公公却喜欢小孙女 总想让小玉带孩子回去 小玉不愿意 能找借口就找借口 不为别的就因为小虎 小虎四岁了 别人家的孩子这个年纪 早就上幼儿园了 但大姑姐舍不得 说怕被欺负 还要在家养一年 四岁的小虎被惯得 很不成样子 已经不叫淘气了 而叫讨人厌 讨狗闲 大姑姐还护犊子 不管小虎怎么闹 怎么不懂事 她都不让别人说一句 由着小虎胡闹 小玉带女儿回去 小虎总是惹女儿哭 所以小虎就不愿意回去了 大姑姐这一年 也是不停地相亲 但大多数一听说 她有个儿子 都不干了 就是愿意处的 也都因为大姑姐的脾气 没几天就提分手 大姑姐因此总是很烦恼 一天傍晚 赵阳下班回家后 特别能表现 以前不做家务 这次又主动拖地 又整理物品 甚至还问小玉 用不用她帮忙做饭 小玉直接问道 有啥事求我 你说吧 赵阳 说 还得是我老婆了解我 是大姐 明天想把小虎送咱家 让你来帮帮忙 赵阳的话还没有说完 小玉就打断了 不可能 别再说了 好老婆 大姐明天要去相亲 这可是大事啊 她都离婚好几年了 爸妈都跟着上火 赵阳说 小玉说 让你爸妈帮着看不就行了吗 为啥要送咱们家 赵阳说 爸爸妈妈明天要去吃喜酒 去农村 第二天才能回来呢 那也不行 别说你大姐去相亲 就是她明天结婚这个忙 我也不会帮 你忘了 我去年帮她带孩子的事了 她儿子自己摔了 还跟我大吵 说我嫉妒她生儿子 最后让咱家赔她500块钱 才算完事 这种人 我这辈子都不想跟她打交道了 小玉说 一提起这事 她现在还生气呢 赵阳说 那不是去年的事了吗 这都过去一年了 不应该再记着她了 应该往前看 怎么往前看 你大姐也是那个德行 她把小虎惯的那个样子 一见面就欺负咱女儿 就算我不去计较去年的事 我也不愿意带小虎 别说一天 一个小时我都不愿意 结果赵阳皱着眉头来了一句 可是我都答应了 小玉生气 你又这样 没争得我的同意 你就自己答应了 那你自己带吧 要么你请假 要么把小虎带单位去 赵阳又拿出上次那一套 开始死磨硬泡 但这一次小玉铁了心了 就是不答应 而且最后还不理她了 小玉以为这样的拒绝 够坚定了吧 谁知道 大姑姐还是把小虎送来了 也没跟小玉说话 直接交给赵阳就走了 小玉气得又跟赵阳吵了几句 赵阳厚着脸皮 你吵你的 反正小虎已经送来了 你不带也得带 然后赵阳也上班了 家里就剩下小玉和小虎 以及自己的女儿 女儿不喜欢小虎 所以看见她来了就躲着她 小玉干脆把两个孩子分开 女儿放在卧室床上玩 小虎自己在客厅玩 她就两头看着 中午小玉去做饭了 跟进厨房没一会儿 就听见女儿在哭 小玉跑去卧室一看 原来小虎见她去厨房 立马就去卧室了 也在床上玩 抢小玉女儿的玩具 还推散她 小虎 你是哥哥 你怎么又欺负妹妹 小玉生气地说 小虎得意地说 我妈妈教我的 宁可欺负别人 也不可能让别人欺负我 小玉说 你妈就不会交单好的 女儿还在哭 小玉就朝小虎 要玩具 小虎不给 小玉硬是拿了过来 小虎气得躺在床上 又哭又闹 小玉被吵得头很大 哄你哄不好 干脆把小虎抱到了客厅 还把卧室门锁上了 让女儿在里面安心玩 她又去做饭了 小虎自己哭闹了 一会儿也就好了 吃中午饭的时候 也挺乖的 大概看出来了 小玉是不惯她的 下午大姑姐来接小虎了 她看那表情 小玉就猜到了 这次相亲又没戏 小虎看见自己妈来了 一下就扑过去 连哭带好 哎哟 小虎 这是怎么了 怎么哭了 大姑姐忙问 舅妈不让我玩玩具 还打我 把我从床上打到地上 小虎指着小玉告状 你这孩子怎么说谎 我什么时候打你了 小玉问 但就凭小虎这一句话 大姑姐都不去仔细问问 更不听小玉的解释 马上就发疯了 李小玉 你还算是个人吗 我只不过让你帮忙 带小虎一天而已 你居然打他 你有什么火 冲着我来呀 干嘛拿我儿子出气 大姑姐嚎叫着 小玉也火了 谁打你儿子了 你儿子说什么就是什么 他又是说我杀人了 你也信吗 是他欺负我女儿在先 把我女儿推哭了 我才让他自己在客厅玩的 我根本就没有打过他一下 大姑姐说 我儿子不会说谎 就是嫉妒我 你自己生不了儿子 就拿我儿子出气 去年你就摔他的脑袋 今年你又下手打他 我真不该相信 把孩子送过来 小玉说 我压根就不愿意带小虎 是你硬往我家塞的 再说 你有什么地方好让我嫉妒的 自己脾气臭得不得了 想结婚都找不到人 孩子又给教育成这德行 我还嫉妒你 我躲都躲不来 这可是扎到大姐的痛处了 她这几年就听不得别人问她再婚的事 一问就急 小玉这些话 让她瞬间爆炸了 大吼大叫不过瘾 还把客厅里的东西砸了一通 小玉只抱着女儿 不让她害怕 没办法拦住大姑姐 不过她给赵阳打了电话 让她立马回家处理 赵阳赶回家时 小玉正在安慰哭泣的女儿 大姑姐的怒火还没有消 正疯狂地指点着小玉 叫嚷 赵阳问情况 大姑姐想着说完了 小玉又说 然后赵阳就做了令小玉气愤的事 她先是安慰大姑姐 然后又说小玉 你怎么搞的 就让你待一天而已 怎么惹出这么大的事 你说什么 是我惹事 小玉愣住了 赵阳说 不是你还是谁 大姐今天有重要的事 是信任你 才把小虎带来的 小虎是淘气了一点 但小孩子哪有不淘气的 你是成年人 就不能让着他点吗 赵阳还说了很多 大姑姐越听越开心 后来还笑了起来 说小玉 我弟说的太对了 就是你的错 然后大姑姐就带着小虎走了 她一走 赵阳又换了敷面孔 马上给小玉道歉 刚才我是故意这么说的 我就是不想让我姐生气 我知道不是你的错 你不想让她生气 你真会照顾她的心情和面子啊 那我的面子就不要了吗 你看看咱们家让你姐砸的 他们娘俩把咱家告成这样 你还为了维护她的心情来训我 你就是这么当老公的 小玉生气的质问 赵阳也急了 我能怎么办 我上一天班够累的 回家还要处理这些事 你是我老婆 我只能说你了 本来也是你没做好 小玉说 从头就是你的错 我早就说了 我带不了小虎 是你硬塞给我的 现在出了事 你又一味地偏袒别人 让我受委屈 我凭什么 你是不是觉得 在家带孩子很轻松 那行 从今往后 孩子就归你带了 小玉说完 把女儿往赵阳手上一跤 自己回娘家去了 她就是想让赵阳 亲身体验一下 把家里打扫得这么整洁 又顿顿按时 做可口的饭菜 同时还要带好孩子 到底有多么不容易 小玉回娘家这天 是周五晚上 之后周六周日 仅仅是两天 照样就崩溃了 她是真不知道 小玉天天要面对这么多事 女儿要哄 要陪 三顿饭 要做得好 还有家里卫生 好似永远搞不完 好几次 她都要发火了 熬过了生休日 周一她要上班 小玉还是不肯回家 赵阳就想让大姐 过来帮忙带一下女儿 大姐这段时间正好放假 整天在家没事干 赵阳原以为 她这么向着她姐 她姐肯定能帮她 谁知道 大姐直接就拒绝了 还说了一大堆的理由 赵阳又想把女儿送回老妈家 让老妈帮忙带 老妈也不同意 说自己不能同时带两个孩子 赵阳这下终于明白了 一直以来 就自己是个大傻子 她总是真心地帮她妈和她姐 可现在她需要帮忙了 他们全都闪了 最靠得住的 还是自己的老婆小玉 周一赵阳请假了 带着女儿去丈母娘家 真诚地给小玉道歉 说她现在全都看清楚了 以后绝不会再犯糊涂了 他们一家三口才最重要 什么老妈和大姐 以后都让他们离远点吧 也表达了小玉平时的不容易 说她才是那个家里最大的功臣 等等 最后一家三口 在小玉娘家吃了饭 就回去了 小玉当然没有想过离婚 赵阳除了这一点上 糊涂没有其他毛病 她只不过利用这次的事 给她个教训 让她长长经验 和看清楚一些事而已 既然目的达到了 当然要回去过小日子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 我们下期待